還依次把黑熊的頭部跟熊掌 高價售除之後吃下毒 口罩上居然還印有MIT 台灣製造 遠景壓著祖賢回來 查獲了大量非法意志的振興三倍圈 我們今天特別的 在行政院的院會 頒花這三個獎項 有不孝之徒要偽造三倍圈 可以達三億多的三倍圈 擾亂金融仿造Mate in Taiwan的口罩 不知道的人 顧了錢卻壞品質的口罩 有不孝之徒做三老鼠 去盜法盜侃 甚至連台灣黑熊都吃下毒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這三組的同仁 讓我們與有榮焉 讓我們引為驕傲 藉這個頒獎的儀式 要告訴國任同胞 政府是認真的 事情是做對的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衝擊的影響 台灣上半年還能維持正成長 而且是亞洲四小龍中唯一的正成長 這是國人共同努力的成績 這一個條心雖然幅度小 但社會人數多 尤其本國勞工就達155萬人 而這就是最里程的勞工 最起碼的薪水 政府還是會非常的努力 希望大家共算 經濟的成果 讓全民共享 繼續送 繼續拚 國家繼續向前進